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臣文学合掌 功练三称本师圣号及开金祭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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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语 请放着 好 各位大臣我们再来继续圆 圆习八字归己诵 我们因为我们是禅宗 是属于信宗的 那因为八字归己诵 我们用佛法讲我们的万法为心照 一切宇宙万法都是我们这一面心 简线出来的 为什么是一切为心照 你看我们对八字归己诵 有深入了解了之后 我们又知道了 原来没有错 一切是我们心所圆 事所圆 事所变 能讲说 原来不管是 有也把也好 无也把也好 都是我们自己的心事 所变见出来的 唯有心事能够变见一切把 所以我一直讲说 事所圆 事所变 万法 唯事 我们就很清楚的了解了 好 那我们上个 星期的说明到 把第六事 来介绍回来 第七事我们也简单介绍 好介绍 我们现在把第七事 哈 他是什么 因为他 第七事是我们讲的 他是直 他抓住了我们 八事的剑边为我 念念执着啦 我们八 我们八个星王 八事 第八事 第七事 第六事 还有前五事 好 那第七事是念念执着 这个 八事的剑边为我 好 念念执着 好 那大僧取信论 也讲到了 他不仅是这样子 他 大僧取信论 文上的心理 也有说明到 好 他讲第七事 这个意啊 意根 念念执着 这八事的剑边为我 好 就是 不仅 比我 不仅是这样子 他有讲的 地区是有五个层次 唯一是讲是 只有讲执着 念念执着 那 那论文里面讲说 一阿赖约事 说有无名 不觉傲起 能见 能献 能起进戒 还有这个 胡同里面有 念念相继 故说无名 有这个 所以说 亦有这个 五种名称 不仅 不仅 只有是 抓住 第八事 为我这个执着 不仅是这样子 那 大致其论 论文 论文 论文里面说的 旨意有五种 一个是 夜事 第二种 名为 转事 第三种 是 献事 献出来的事 第四种 是 名为 智事 智慧那个智 智事 第五种是 名为 这个 相细事 所以说 第七 是 在 这是义 义跟在大圣 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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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里面 讲的这个 有五个层次 也就是 夜事 转事 现事 是 智事 跟相继事 那这个夜事 跟转事 现事 这个三世 是等于我们 八世里面的 无明 夜相 他讲 因焉无明 就转了 把 就把 真如转成了 阿拉耶 就无明夜相 能见相 所见相 所以这个转事 现事 三世里面 就是 等于 无明夜相 能见相 所见相 那大圣其论 论里面所说的 这个智事 还有这相继事 这个两个 就是六初相里面的 前两相 六初相里面有 智相 香气相 智起相 智明智相 智业相 智业相 夜系股相 这个就是 在六初里面的 智相 跟相继相 所以这个 你这个 三个初相 初相 那第三个初相 就是智起相 第四个就是智明智相 第五个就是 智业相 第六个就是 夜系股相 所以说第七世的义 从信中 去信尊 来讲 它具有 八世里面的 夜世、转世 跟宪世 以及 第六世里面的 智世 跟相继世 在大圣其中 是这样讲的 他所讲的 第七世的这个 世的义 也就是 但是 它内容有这个五种 以前面那所说的五种 所以我们 讲这个义 就像 第七世的义 就像 仓库里 仓库中的 管理员一样 那第七世 把 八世的 仓库里面的东西 搬 搬出来 搬给前面的 这个 第六世 然后又从 前六世的东西 又搬到第八世里面 我们讲八世的 除藏字 除藏 那 为氏 学子 讲第七世 是 恒省之良 他只有八 抓住 第八世 见分 为我 念念之良 这个 一个 有一个我 很省之良 的作用 为氏就讲 很省之良的作用 那 禅宗 他是属于 信宗的 所以我们讲说 像我们 禅宗 伴佛妻 包括我们讲禅妻 禅妻 禅宗就打 佛妻 对不对 禁祖宗 是 佛妻 一个是禅妻 一个是佛妻 就是把这个 夜世 转世 跟 夜世转世 限世 跟智世 香气世 把它打掉 心能够亲近 也就是我们讲 破无明 破无明之後 就可以分正真如 所以这个大旗就是 破无明 分正真如 那 为什么第七世 我们又称为 莫娜世 莫 莫娜世 这个莫娜世 它是印度 印度化 翻为中文 也就是 刚才讲的 意的意思 所以 意 就是 思量 知力跟 亮度 这个 思力跟亮度 所以 第七世 摩娜世 它是 思力 亮度 念念 有一个我 也就是前面所讲的 第七世 把第八世 建分 指为 是我 念念 直着 我 总之 有一个我 我的存在 尤其 我们就有这个身体 把 身 建 指着是 这个是我 那地 那地区 之不大字 我们也称为 义根 因为 它的 这个 义事 它是 所义之根 所以 它是所义之根 也就是说 它所义 所以 我们这个 第六世跟第七世的关系 它非常密切 它沿着 你看 它沿着 第七世沿着 第八世建分 它又沿着 前六世 所以 它 第六世跟第七世 它 关系非常的 密切 因为第七世 它是 染进一 所以 我们 第六世 它 第六世 亲近孩子 你看 第六世 就是 它亲近不了 因为它染 所以说 第六世还是 染污的 还是染污的 所以 第六世 要全看 这个 第七世 也就是说 当我们第七世 还没有转成 平等性制的时候 第六世还是 染污的 因为 第七世 恒省之良 有一个我 它等到 第七世 这个 我质 断了之后 第六世 也就是 清静下来 因为 没有一个 实体的我 它自然就 清静了 所以 真正的清静性的作用 才是功德 所以 所以我们常讲说 你布施 有功德 做什么有功德 那是福德 你心还没有亲近 还有一个执著的时候 有著了相的 布施相 那 那 都是在 有相的福报里面 你看 否则我们讲 我在 我在寻善 我在修出功德 你看 第七世 念念去 还有一个我 我的执著还在 那还是在 自然 染污里面 所以 第七世 我们叫做 义根 一个是叫 七世 一个是叫 义根 因为 义根 跟义士 有时候 我们会搞混 所以 只好把 它的原因 恢复原因 叫做 莫娜 它原因就是 莫娜 所以我们说 第七世 是莫娜 之类 原因 就在这里 第六世 是属于 义根 怕我们搞错了 所以 第七世 恢复原因 是莫娜 是第七 默那世 的道理 在这里 我们知道 第七世 我们称为 莫娜 也叫做 义根 义根 也是第七世 那么第七世 莫娜是 它生起的时候 需要有 四种元 一个是 根元 跟 禁元 以及作义元 跟种子 一 这四个元 才能够生起的 好 我们那个 那一个图表 我们可以看 那个 其实地区是 需要 这个四个元 我们唯一是讲到 我们 四元生法 唯一是讲说 一个是 青云元嘛 也就是 它自氏的种子 青云 能元的心 那我们讲 所元元 所元的 对象 也就是 所元静 所以 第二个就是 所元元 我们叫 见分 也可以说叫见分 所元元 就是我们可以 叫做见分 而所元的静 我们叫做 所元的心 我们叫见分 所元的静 我们叫向分 所以我们讲 见分跟向分 一个是静 一个是静 向分 所元的静 是向分 所以 所元元 那再来就是什么 无间元 等无间元 对不对 它没有间断了 它念念 没有间断 念念香气不断 之后 之后就增上元 所以它有这个四个元 清云元 所元元 跟无间 等于无间元 跟增上元 所以维持讲这个 静的生起 需要四种因元 才能够生起的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了解说 第七世 前面讲的 你需要这个七个元 根元 近元 跟 多一元 以及 总之一元 好 我们 简单就把第七世做这样子介绍 那我们讲说 你看我们前 他是 很省之良 那你看我们讲前五世是非省 非很非省之良 前五世 因为 他没有这个 审查跟失良的作用 所以他唯有这跟神接触的观察作用而已 所以 所以 他这 背 前五世就是 因为前五世最近他不起作用啊 他的作用 不会起 所以说 他背痕背省 他没有 这个 省力思 没有这个 所以 他维持 只有一个 跟神接触的观察 所以我们叫 背痕背省 的事良 那第六世的时候 虽然有这个事良的作用 但是他是 省熬背痕 第六世 那第七世刚刚讲的是 他是 很省之良 那第八世呢 那第八世他是 像瀑流一样 相聚不断 好 我讲说 我们常讲的 种子群现群现群群群 就是这个 他是 狠省相细的 但他没有施养的作用 所以第八世他是 狠熬非省 只有这个第七世 他是狠省之良 念念都是 以 自我为中心 保护自己 都是一直在保护自己 自自立啦 我们讲说 第七世是自自自立 为中心 所以我们第七世 他有 替身 的我子跟靶子 他没有分别 我靶子 分别我靶子 是 第六世 好 那我们 我们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第七世 宋 我们看这个第七世 宋 我们 找这边的 那边 这个八世 规底 宋 列出这个 第六月 我们看 第七世 宋 我们看他的宋文 我们念一下 我念一下 第七世 恒整 失良 我相随 友情 日夜 正分靡 四或八大 相应起 六转呼为 染进一 激起初心 平等性 无功用心 我横吹 如来献起他受用 十地 佛萨 所悖激 这第一个字 代子有不通勤本 随缘 指我量为悲 这个代子 就是 你看 这个代子有不通勤本 这个是指我们 第七世所缘的这个禁 他所缘的禁就是 代子禁 分成代子禁 他所缘的禁是 代心子的 代子 他是 代心子 那 这个也就是这个我们 代心子的部分 我们后面 我们会再解释 这个详细来做说明 那就是像 有的是代心子 有的是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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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后面再说明 那第七世他所缘的禁 就是 第八世的禁分 他只所叫第八世的禁分 为我 我们叫做代子禁 其实我们第八世的禁分 不是我 是第七世的禁分 去沿着第八世的禁分 把它 执着了 当成是我 所以 我这个 象分 执着这个 这个我 为象分 所以我们 第七世 他所缘的是 第八世的禁分 为我 也就是这个 我 就是指我们 第七世的象分 所以 我们第八世一直 指 我们第七世一直指着 第八世的禁分 那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 认认就是这样子 其实第八世的禁分 不是我 是非量 不是我 他只是个 心直而已 带心直而已 可是我们第七世 把他当 当真的 这个就是 当成了我 因为 第八世的禁分 其实 他不是 他变成了一个我 就去直夺他 所以这个禁 禁 我们叫做代子禁 代子 代子 就是带着心直 心的执着这个 不是代色子 他是代心直 色子是自大 代心 他是代心直 所以这一讲 代子有父通寻本 他所代的 就是代心直 也就是前面所讲的真代子 他是 他是 就是代心直 代子就是 有代的心直 他心的本质 代心的本质 那 有父通寻本 那 第七世念念就是执着第八世的禁分为我 第七世是 他的身 身跟地固的 第八世 这个就是我 这个就是我 那第八世 他是 悲善悲 所以我们 即使执着第八世为我 有时候 我们也 会做一些善事 你看 有 我们会做一些善事 你看 我们在修功德的时候 你会做 做一些善事 对不对 因为 这个 四个根本 的烦恼 就覆盖了我们的真如本性 四个就是 贪 痴 火慢 火箭 也就是我们 四个根本 这个烦恼覆盖了我们的真如本性 像我们在禪经里面 里面 我就看到 那个 啊 梁武帝 对 施工德平这边 梁武帝 像梁武帝一样 他做了很多善事 啊 盖庙啦 印经啊 共生啊 但是啊 还有一个执着 因为这个是我 所以他见到达姆组织的时候 他第一个就问啊 正 一生 造势共生 布施 受灾这样 有何功德 啊 因为念念有一个我嘛 我们人都是一般都是这样子啊 啊 因为第七是执着啦 八者见本是我 所以 他也会去造作善 他也会去造恶 所以善恶他都会造 所以这个是属于非善非恶 也是胡继训的 那这个第七字他覆盖的 刚才讲的 我贪 我吃 我慢 我见 他就是执着这个 他有覆 就是有覆盖的意思 覆就是覆盖的意思 被我们的贪 我贪 我吃 我见 我慢 这个覆盖住了 他被他覆盖住了 所以变成了染污啦 染污式啦 所以这一讲 代子有富 他本来是无际性的 但是他覆盖了 我贪 我吃 我慢 我见 有一次讲是 我爱 我贪 我吃 我 我贪 我慢 其实这个 贪跟爱是一样的 他的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 代子有富 代子是指我们 第七字所言的 代心直 也就是第八字的贱边 他其实他不是真的 有一个我 但是他以为是 这个就是我 这个是我 所以代子有富 无忌 有富无忌 通情本 这个情是指我们 前六字的分别心 我们前六字 对前五字 讲的是分别一 还有分别一 那第七字 是前面的 第七字是我们前六字的 这个染静一 所以这个情是指前面的 六字的分别心 也就是我们 第七字去执着前六字所言的 这个境界为真的 是时有的 然后呢 内直的第八字的见边 他变成了带直近 认为有一个我 所以内直有我 外直呢 外面的境界 他是只有的 是真实的 那有我啦 有外面的境界啦 那有了 有我就有我所啦 有我所就有烦恼啦 相对的就有烦恼啦 再加上呢 你看 我贪 我吃 我慢 我见 就产生了种种的 我们自自自立的这个心啦 然后再加上 第六字的分别 妄想执着 所以第七字跟第六字 就是 他 互相互运啦 他有 他官其实非常密切的 两个一盒都有了互运啦 那就 这样子就造了种种业啦 所以这 代直 友妇通勤本 这个勤是指我们前列 我们前六字的分别心 这个本 本是指 我们第八字唯我 叫本 本来什么 本 有我 第八字唯我 这个有我 就是 我们有了生死轮回啦 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就是因为有我 那没有我的时候 你看 那是我们的 我们的 整个 就是我们这一念法身啦 我们这一念空而灵灵而空的清静本性 我们称为 这法身境界 法身 他是清清楚明白白的 他变成了法界的 但是有 跑这个我之出来啦 那我们就有了生死轮回的根本啦 你看我们修情佛法就是 是先要破什么 生件 然后呢 不生件破了 还要破我之 最后还要把把之破了 要破我把奥子 你看我们 我把奥子有 即生我法奥子跟分别我法奥子 我们前面都说明过啦 即生他是先天的 他生生世世都执着 那分别我法奥子是后天加进来的 所以说我们修情就是要破身件 破我之跟法子 如果我们修情呢 那越修越大的时候 那就跟菩提道相违背啦 所以我们要越修 所以我们要越修 接着这个火子越来越小 身件就越来越淡 你看我们 尤其我们现在最近那个疫情 疫情最近又 又 又比较严峻了 好像一天 一天有的时候上万了 一万好像昨天好像一万多个 一万五千多个 这样子 最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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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几天都 一万个 一万多个 一万多个 你看我们讲说 那个 那个 要 要 要排队了 政府一宣布的时候 哇 满 满 每一个地方都是排队的 人很多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像 我们把口袋带好 出去 回家之后要 都要多洗手啦 所以我们注意 这个注意这卫生 卫生器官 我们注意良好 所以有多人的地方 我们就 少 少 去多人的地方 聚会的地方 自然而然 我们就 没有这个恐惧心啦 一般 你还每次一爆炸 哇 恐 不是我们只有 不是台湾 每一个地方 世界 每一个国家都一样 只有我们人 人就是这样子 身健很重 果子很重 所以说烦恼就很重 到底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夜修 我们知道 注意 该注意我们注意 我们身健 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 跟大圣的教理相运的 才能够跟正法相运 所以当我们第七字 染了 那 第六字也是都染了 那第七字 或者我破除了 执着破了 那第六字也是无我 所以 代子有父通勤本 到底是这样 他是互相 在第七字 他是非常密切的 互相相连的 密切的关系 那底下说 随言指我量为非 随言就是指我们第七字 不管我们 在任何情况之下 不管是白天也好 晚上也好 睡睡眠也好 那十字够的都只有一个我 你看我们晚上 睡觉的时候 你看会做梦 梦中还是一样有了 餐生吃啊 一样啊 像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时候 蚊子啊 一 一 一 脸啊 或在哪里 马上 手就睡着了 水一下子拍 就把他打死了 所以我们第七字 十字刻刻都是执着 念念 不管白天晚上都一样 执着有个这个我 所以这一讲 所以这一讲 随言指我量为非 这个指我 是量为非 这是指我们第七字所言的 是量 是什么 被量 不是真的 是被量 也就是 第八字的见分 不是我 是被量 你把我们第七字把它当作 是真的 是这样 他本来是被量 他底下说 八大片行别 别进会 贪吃我慢 我贪吃我见慢香水 这八大是指我们前面的 是讲的 是有八大 这个随烦恼 八大随烦恼 这个随烦恼 这个随烦恼 心所就是第一个 也就是 分层 我们人就是这样 没事的时候 就容易分层 没事啊 所以说 我们要 一个 第二个就是调集 你没有分层就调集了 所以 在正常过来 心心疾疾 疾疾心心 心心疾疾是 心心 调集就非了 那疾疾心心 是 那疾疾 分层就不是了 就非了 所以说 分层调集 我们一般来讲 本来就这样子 没事了 不讲 没有讲东讲西 就分层了 第三个就是不信 第四个是懈怠 第五个是放映 第六个是散乱 第七个是思念 第八个是不正直 所以说 这个我们前面也说 也是说明过了 所以这个八个大水烦脑心所 也就是指我们 第七世莫纳士他所圆的 他所相应的 在这个二十个水烦脑里面 他是将近心所就是这个八大水烦脑心所 那八大片刑别进会 片刑就是指前面所说的五片刑的心所 也就是处 接触之后 作意受享吃 有的是 一有作意了 注意了 接触之后 一开始 注意了 有的领纳 受的感受 领纳 想就是 认识了 了别 思就是有 反应 有作用 所以就是我们 第七世的五片行 念念抓住的 第八世的 见本为我 念念执着 第八世的五片行 那底下说 底下说 底下的是 别 别进会 那叫做别进会 就是别进会 就是指我们的五别进 五别进 在第七世的 有了处作意受享 之五片行之后 在随着境界的不同 有了五别进 所以五别进是 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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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正觉 很殊胜 念 念 定 会 欲 希望 希望 这个境界 你就贪然了 因为有希望 有 有需求 追求的 这种心就是贪然了 正觉就是非常殊正 非常殊胜的见解 念就是 我们讲 回忆 想到过去的事情 过去曾经 意念 意念的事情 定就是专注啦 能够注意的专注啦 专注在境界上 会就是 对我们前面 四个境界的抉择 有了抉择啦 那 我们第七次莫娜是 在这个五别进心所里面 他只有跟 慧心所向运而已 所以 在五别进里面 他跟慧心所向运 他念 直走第八次见分为我 所以 这个慧 他就是 抉择 简单讲说 以自我为中心啦 那抉择啦 所以 所以这一讲 八大片行 别进会 是指我们的 第七次的 二十个随繁老 新手里面 只有 那跟 八个大随繁老相应的 他就有跟 八个大随繁老的 新手相应 以及跟 前面所讲的 五片行 新手相应 那在五别进 新手里面 他只是跟慧心 走相应而已 那 这个 贪吃我见 慢香随 这是我们 六根本繁老里面的 贪吃 慢 愚 愚见 这贪吃 就是 贪吃我见 慢 这个慢包括了 我贪 我吃 我见 我慢 所以 这个我见 是指六根本繁老中心的二见 那慢 就是六根本繁老里面的慢心 慢心 所以 六根本繁老 心中的这个 四个贪 我贪 我吃 我见 我慢 这四个 繁老心所 附在 我们第七字 莫那字里面 他是 莫那字本来是有 有不无际的 所以 这里讲的 贪吃 我见 慢 香随 一直覆盖 这四个 根本繁老一直覆盖在第七字里面 所以 他叫 有不无际 也成为了我们的 烦恼染无 的心所 所以 这一段 祭送中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这五十一个心所里面 有十八个心所是跟第七字 相应 跟我们摩那 第七字 摩那字相应 换句话来说 这个五十一个心所 心所 法里面 所作用 在心的作用里面 第七字只有跟 只有相应到十八个心所 那底下说 很省思良 我相随 日夜有情 日夜正昏迷 很省思良就是 时时刻刻思良 这是我 这是我 很省 时时刻刻都是这样 念念不离 很省思良 这个是我 他都是以这个我来相随 相伴相随 也就是 很此次啊 第八字的健康 本来不是我的 可是第六字 第七字 念念执着 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 这是我们讲 带直径 带了心直 带了我的心直 时时刻刻 他 牢牢抓住他 永远 跟着他 就是 跟他相随 永远都是跟他相随 所以这一讲 很省思良 我相随 指定 七字 之左 念念都是这样子 那有情日夜正昏迷 这个是说 我们有情众生 不了解是真相 每天 每天 日夜都在这个 迷就是 迷惑颠倒 不了解是真相 迷惑颠倒 自知自立 以我 自我为中心 触徒都想到自己 所以我们讲说 以前 以前末学说 凡夫就是凡夫了 为什么讲 勃替凡夫 之前我讲过 因为我们 这个都是 念念都自自自立 同样凡夫 对不对 天人他就不像我们 天人他是善业 他有福报 我们没有福报 我们人间的这个 这个 没有修行 对不对 不懂的不思 没有不报 所以我们称为 勃替凡夫 同样一个凡夫 在三界里面凡夫 我们称为 勃替凡夫 到底就这样 念念自自自自立 直说这个 自我为中心 时时刻刻 都在保护自己 我们真的是 勃替凡夫 所以这一讲 有勤日月正 讲 所以这个正就是 常常迷惑尖导 正 指我们 第七字 都是 念念都执着他 第八字建本我 执着 都是我 自自自立 所以当我们真的 我执夜淡的时候 我们 搬了就少了 当没有我执的时候 就解脱了 你像阿罗汉 你看 真的无我 他就突然借了生死了 他虽然还有这个法子 但是他已经得了正结位了 那没有这个我执 所以 我们就 变成了 我们 自己的主观 意志 所以说我们自自自立 那当然 我们就 走不到解脱 我们凡夫都在烦恼 都是自己找的 在烦恼 都是自己找的 在烦恼 当我们了解的时候 我们懂得 懂得放下 知道外面的境界 就是如梦幻泡影 那为什么有 他是延期的 过去生 我们同分望见 还好我们持了五戒 我们同分望见来到人间 各种因缘 前面有讲过了 我们有一个隐悦跟满悦 隐悦就是我们同分望见来到人间 我们持五戒来到人间 满悦就是我们过去生所造的善恶祝业 也就是我们讲别业啦 虽然到人间 每一个人的 身体的状况 高矮 胖瘦 健康 多病 这个都是我们过去生所造作的 我们都很清楚啦 我们就 看到那么多的见像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对佛法道理 我们不会起怀疑 所以说我们真正的 不能得到解脱 烦恼研究 毛病就在 出在有这个我 那我去掉了 那就得到正结位了 所以佛告诉阿罗汉说啦 你们可以相信自己啦 相信自己的知见 因为他离开了我之啦 他只存着这个捏盘及境 内所 在论研究里面 他只存着那个 内所悠闲的这个境界 还有这个念头 只存着那个清境 把第八次的染奔 去除了还只存着那个境奔 把境奔当作捏盘 但是他 阿罗汉他已经能够正结位了 他就可以相信自己 他是想是客观的 那我们有我啦 我们就很主观 所以我们 因为我们有第七字 前面讲很省之良 我相随 有这个我 你看我们这样讲 我们所看的 我们一定要 不要从人间来看佛法 人间的这个思想观点来看佛法 我们要从哪里看 所以我们自信他本技的 诸佛祖来 你看 诸佛祖来 他也是我们 我们都有的 佛菩萨有的 我们都有 但是我们 比这个诸佛菩萨多一个什么 他没有的我们有 是我们的执着烦恼 分别执着 这些 就是我们的烦恼 他比如这个地方 那这就是我们 错认了 把境界 把这个巴士的 见分 执着自我 错认了把外面的境界 当做持持有的 是这样的错觉要来的 所以我们 本来是没有了 是错觉的 把它当真的执着他而已 就像梦中的境界一样 梦中的境界 梦中还没醒的时候 你就把它当做真的 梦一醒了 原来这梦中境界 都是自己的心 所以现在也是一样 整个法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 他显现出来的 了解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不再 攀岩外面的境界 懂得放下来 所以要怎么修 你看达摩 那个达摩主师教 慧可大师了 你看要找心找不到啊 米心提了不可得 找不到啊 那要怎么样保刃呢 你要知道外面是境界是稀犯的啊 心如墙壁 内心无传可以入道 外需租源先要攀岩 外心 外需租源不往外攀岩 时时刻看我们这个心不往外攀岩 心如墙壁 任何境界 任何境界 来的时候 你都知道它是稀犯的 是假象 是我们心的眼影像奥语 懂得放下来 清清楚楚的 明明白白的这一念 我们本来我们本来就有的 攀岩这个心 它是我们 我们真心变现出来的 这世心本来是没有的 我们就了解了 所以我们 我们讲说 这个 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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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头 有没有 摻画头 我们讲画头画头 还没有生起那个 清清楚楚明明白的 那个不是画的前面画的头吗 那第二个什么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那也就是六祖大师教惠民大师讲的 不思善不思耀正以默使你看到那些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们这一念心 凡夫这一念心 跟诸佛如来这一念心 他本来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这本来这一念心 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 本来就是他 但是我们执着 显现出来的深层境界像 外面境界像 把它当作是只有 就如同我们 梦中执着在梦中的境界像 不了解 梦中境界就是我们心变现出来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我们就慢慢把我们第七世 以我们观照 慢慢把我们这个很省之良 我相随的慢慢 本来每一个我 能够懂得放下来 有这个我 所以令我们有这个 有群众生日夜 才经常在迷惑颠倒 自自自立的关系 这也讲很清楚啊 是我们不了解 我们有群 所以说有群日月正昏迷啊 他说都是前面所讲的 有一个很省之良 我相随 有一个我的关系 你看我们 我们 本来是 清清楚楚明白白 空凌凌凌凌凌凌的这一念 觉知性 这个这一念觉知性本来是什么 你要找也找不到 你心底了不可得 但是它有它的功能性啊 你照做了它就变现什么这样子 变现什么现象 如同我们这个晚上做梦 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它变现的 是我们心变现的 这一定要常常熏常常熏 哦原来万把违心的道理就这样 因为外道不知道啊 外道它把外面的境界当作是真的 它有一个执着一个命我 这样还也是一个我 伴我啦 我们神我这一些 还有一个我 我把它告诉我们 没有这一些东西 我们只有这空熬灵灵 然后空的这一念把身 本来是有的是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自信 也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亲近自信民体啦 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 但现在呢 因为 因为我们照做了把 这个现象之为是史有记 迷在这个境界上 是这样子 所以经常都是迷惑颠倒是自自立的道理 就这样子 有群日月正乡 所以就讲这个 底下说 四惑八大将应其 那六转呼为染进一 这个四惑是指 就是 刚才讲的这个 我贪 我贱 我贱 我慢 我吃 有讲 刚才也讲 在 贪跟爱是一样的 都是 一样的意思 所以说 我贪 我贱 我贱 我吃 这个四惑 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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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其 八大就是前面所说的 八大 八个大随烦恼 分层 分层 调集 不信 懈怠 放逸 散乱 思念 不正知 所以四惑跟八大 相应其 也就是这个 我贪 我贱 我慢 我吃 四惑 跟这个 分层 调集 不信 懈怠 放逸 散乱 思念 不正知 这个两个 八 这个 四惑跟八大 随烦恼 相应起作用 相应起作用 它相应起作用了 也就是指我们的第七次 是跟四惑跟八大 加一加就十二个烦恼心所相应 四个再加八个就十二个烦恼心所 本来是我们 本来是我们 第七次是 无忌性的 变成了 染污式 第七次本来是无忌的 就是因为 四惑八大 相应起 的关系 去执着它 它本来是 无忌 无忌的 因为 跟这个 四惑八大 起相应 变成了染污 那底下说 六转呼为染进一 这个六转是指我们 七次 前面的这个六 六转式 前面的这个六转式 如果我们对这个八次来讲 就是前七次我们叫七转式 如果以这八次来讲 我们称为 前七次我们叫七转式 那因为第六次是前面 前六次的染进一嘛 所以你看 那第八次本来是本式 它是不动的 我们前面说过了 我们 眼式 需要 九转 对不对 老式需要八转 对不对 那鼻舌 真需要七转 意思又 也需要五转 所以这里面中间 都有这个染进一 这是我们指 第七次 一定是跟它相应的 跟它相应才能够生起的 所以根层 接触起了种种 心丸跟心所的作用 所以说六转呼为染进一 所以说我们当我们第七次 执着了一个我 那执着 那根深世界为常了 为常了我进 那第七次就是受了这个染 受染了 所以前六次也就跟着受染了 前六次分别 厌恋都是分别执着 之后 那就是 之后就造业了 那如果我们第七次清静了 正了 无常无我 无漏无尽 那一样的 我们前六次也就是清静了 所以我们第七次是 前六次的染进一 所以这一讲 六转十为染进一 就是这个道理 那底下说 激起初心 平等性 无功用行 我横吹 这激起初心 这跟前六次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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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以维世的 修学的五位来讲 第一个是资良位 要是家勤位 然后是建道位 建道的时候 那真的出地了 奔破了我法奥子 奔别我法奥子 但是他还是 绵绵密密关照 要服激身我法奥子 所以前面讲 正的出地翻取地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第七次 转为夏平的 平等性制 他能够观一切 有情无情 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 都是平等 所以能神取无言大直 重启大悲 因为都平等性 都一样 他能够补度一切众生 所以到了出地了 等到他能够发什么 十 到了出地之后 他能够发什么 那么 施无尽的大悦 真身之治 都能够在三界中 辅助众生 所以这一讲 激喜初心平等性 到出地了 那就转 第七次就转为 平等性制了 那 底下说 无功用行 我横吹 无功用行就是指 要到第八地不动地 你看 第一次出地的时候 他只有破了这个 分别我法尔子 但是 他那时候还是不 我继生我法尔子 还是用扶着 他绵绵绵绵绵绵绵 所以 到了第八地的时候 那 寄生的我法尔子 也就破了 所以他不需要再借着 我们第六次 绵绵绵绵绵绵绵的 到第八地就不需要了 所以他 已经到了不动地了 他不需要再 第六次绵绵绵绵绵绵绵的 因为他已经涌断烦恼了 烦恼 他不会再起现行了 因为无我了嘛 我继生我之破了 他当然没有烦恼了 也就是到了第八地以后 他只有无功用行 这个我 这个我 就横吹了 就把我们寄生的我之 把他吹灭了 我横吹 所以说到了这个 破了我之之后 那就跟空性相应 那空性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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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空性相应 它不是完空 那是空 那是跟靶生 跟我们的这个靶生相应 那我们执着的我执 那我们这个执着的我执 我横吹就是我的执着 寄生的我执 它就催灭了 以后就不再会有我 所以这个烦恼也就不再起现行了 这是从我们的维世学来说明 到第八地是不动地 烦恼以后就不起现行了 你看我们前面我们讲说这个 祭司 那个前面 那个寄生优质现产品 一直到了八地以后 也就是到第七地 远行地之后 才能够存无肉 你看前面我们第七四 有没有人讲很清楚啊 你看第六四 第六月的这个 寄送里面的最后两句 八起初心翻举地 寄生优质现残民 要翻举地 那寄生还是 还是要绵绵密密的关照啊 那远行地后 就是第七地 远行地就在第七地嘛 对不对 那才存无肉 远行地后存无肉 存无肉就是没有烦恼啦 那就是到第八地了 远行地之后就到八地 这里也是一样了 到第八地不动地之后 就无功用行啦 我横吹啦 寄生优质破了以后 把脑不起现行啦 所以这个它自立转移啦 它不会不需要在 第六四的绵绵密密的 在观行啦 所以说 其实跟 前面第六四的 八起初地 翻起地 寄生优质现残民 远行地后存无肉 观察言明 照大迁 内行是 一样的类似 那底下 你看我们第七四的底下 就最后 寄送的最后这一行 如来献起 他受用 十地菩萨所备基 这个就是 他的果德啦 他修行 到我们修行 从八地 九地 十地满心啦 也就是到十地满心的时候 金刚至 无间道 就至现前的时候 就破了寄生靶子 寄生我这是八地就破了 寄生靶子要到十地满心之后 才能够破 这个寄生靶子 这个时候 八四转为大元进制 同时 那么七四就转为上品的 平等性制 也一样了 肌肉饰同时转为 上品的庙观察制 肌肉饰同时转为上品的庙观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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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同时我们这个前五字 就转为成所作制 所以五八六七 果音转 又当时在 在讲三生四字的时候 就讲五八六七 果音转 五八 当我们 八四转为大元进制的时候 同时我们前五四就转为成所作制 第六四转为上品的庙观察制 那第七四转为上品庙观察制 只要十地菩萨所备基 这十地菩萨所备基 就是十地菩萨还需要如来的教化 他才能够成就无上的佛果 所以这个在我们《任前经》里面 他说得很清楚 到了十地菩萨 十地满星的时候的菩萨 满星的菩萨 十方诸佛都为他摸顶受祭 到十地菩萨满星的时候 十方诸佛都来为他摸顶受祭他成佛 在《任前经》里面就有讲这 那么令他成就无上佛道 摸顶受祭 你看十方诸佛 所以这一讲 十地菩萨所备基 连十地菩萨都要接受如来的教化 那更何况我们 你看我们 只有初步的对于这个十相道理 慢慢慢慢的去认识 你看我们在世间现象里面 都在佐为 佐在世间的境界是执着他 他想要改变这个现象 现象界是改变不了的 你心转的时候他自然就转了 我们在很清楚的 修行就是了解的时候懂得关照 在境界来的时候懂得关照 你看 有些人 同样一件事情 有些人看得很淡 他平常都很快乐 看得越淡 他内心没有挂爱 挂不住 所以挂不住 那就是好事好事一方 不是念念都在执着 念念执着放在心上 那烦恼就一大堆了 所以烦恼 与佛就是我们对境界上的认知的程度 当我们了解解习佛法了解十相之后 懂得关照 任何事情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都懂得不再执着 不再攀岩不再执着 我们的清清屠明白白 耐念心性 那跟诸佛主来是无外无别的啦 我们讲说我们真心是怎么样 他是极造的 他极造的 极你看我们讲说这个极 像镜子一样啊 镜子你看他的造性 他是极啊 但是他有这个造性啊 他造性能够造一切的万事万物啊 但是 体性是什么 他不会 你看不管镜子 不管是造 造宝石也好 造这个 这个 污秽的东西也好 他都一样了 镜子一样啊 所以说极造 极造就是我们真心 清清楚楚明白白 但是在极造里面 我们把境界当作 只有是心去攀岩 就变成 依真取望 这望本来是没有的 是我们的众生的习气 所以才有这个依真取望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实相道理之后 我们懂得 观照放下来 放下万言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放下 因为我们把它当作真的 所以要放下 当我们知道 外面境界是没有所 没有 因为它是一个 远起的幻象 远引象 而已 我们的像镜子一样 所现得清清楚楚的这一象 叫象而已 你看极 我们讲这是空性 造就是它有东西 我们叫做这个现象 所以清清讲很清楚 照见五蕴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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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起码在菩萨里面 了解外面境界是虚幻的 他不再攀岩 所以很清楚的 我们凡夫执着的太 在境界里面 都是念念都执着 不知道他是梦幻泡云 不知道是水月道场 差别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从凡夫性 我们要依佛跟我们讲的 这个实相道理 我们慢慢提升了 原来菩萨他为什么 能够得到自在 为什么菩萨没有 佛菩萨没有烦恼 他智慧开启了 原来他了解实相 正入的实相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入实相 但是我们对于这实相道理很清楚 我们就要懂得观照 我们的烦恼就越来 因为你有起了观照 我们烦恼就越来越少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的 烦恼是我们自己找的 执着才有的 所以我们执着 第七次的执着 他才有的 所以到了实地满心的时候 你看 可以讲实地 对菩萨所背景 到了 这个 连这个实地菩萨都要接受出来 教化 更何况我们 我们要更 对这个实相道理 要更清楚 懂得观照 所以烦恼才能够慢慢 由什么 手转为身 那我们观照 从观照 本来是由身 我们才能够转为手 到最后呢 也没有能观守观 为什么没有能观守观呢 因为罚恶如是 那本来就实相就在眼前 实相本来就在 我们不知道 就如同这 这梦醒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再观照 一样道理 也懂得了解 道理是 虚幻相 是我们心的眼影相 所以了解实相 很重要 这个极 其实讲的空性 造 就是现象界 对呢 所以心经讲 射不欲空 空不欲射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其实那就是极造 就是极造的意思 极就是空嘛 那现象界是造嘛 像镜子一样 造外面的镜就有 但是它 它是 是极造是虚幻的 延起了幻相 我们懂得这样造理 我们就能够了解实相 我们就可以在自常生活之中 此此刻刻懂得观照 到最后 也不需要观照啦 你就入实相啦 入实相就不需要观照啦 好 好我们在第七宋 第七宋 第七宋的这个 重点 我们就 先接到这里 接着我们再来 详细的做个 说明 这第七宋 的这个 内文 相继来说明 第七宋 我们再念一遍 第七宋 贪吃 我见慢香随 恒省吃粮 我香随 有情日夜 正昏迷 事获八大 相应起 六转呼为 转进一 集起初心 平等性 无功用行 我横吹 如来献起它受用 十地菩萨所被击 带直有不通勤本 带直就是指我们 第七宋的所缘禁 所缘禁有这个三禁 一个是指信禁 带直禁跟独隐禁 信禁就是现在 现在我们前面的 但是我们带着这个直 把这个新的原影像 执着它 产生了这个影像 独隐禁 所以三禁里面 它所缘得 只是一个带直禁 因为第七宋所缘得 是我们第八宋的 建分 把它 直为是 物直为是 持有的 所以真是一个我 其实第八宋的建分 它只是一个带一个心 正直而已 并不是真的有一个 实质的一个我 这个包括 我们对于这个 佛法没有真正的了解的时候 都是我 都是我一个执着的 一个是我 所以在那个 在那有些的族群的line里面 因为它有些 它对外道它根本不同 它说那个 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了之后就没有灵魂 我看到那个 它就在那边说明 没有自信的话 就没有灵魂 那没有灵魂你要修什么 还需要修吗 他们就执着说 无自信就是什么都没有的 其实是无自信 它是真实的自信 因为一个自信在的时候 它就不能万用 不能变现这个万法 所以不能执着有一个东西 它总是 外道总是 指着一个 有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我 所以有人指着犯 只说 命性是我 你看 神我是我 就是这个道理 都是有一个我在 他不要在这个地方 虽然 巴士不做 但是我们第七师就错认他 把他当成我 包括外道都是 依这样子来修的 所以我们 这个地七师 所缘的境界 它指 是这代子境而已 这三量 就是指 限量 比量 非量 对 你看我们前面的这个 巴士见分 它是非量 不是 把它当作 是指的 有一个我 所以说这个 三量 是限量 比量 非量 它是属于 非量 其实它没有真正的一个我 所以说 巴士见分 其实它是属于非量 可是我们 第七师就把它指为 是我 其实它只是一个 非量 好语 那我们第六师所缘的 它是四代子 相似的是 四代子 相似的是 四代子 为什么呢 因为它 以心 以心是缘的色法 当它见到这个色法之后 当它见到这个色法之后 产生了 还有 看了这个相 有了明 就打妄想了 相明 妄想 在这个在认邪经里面 就五法三自信 八自奥五 它是相 明 妄想 如果说我们这个相明 离开了妄想的时候 你没有偏激直的时候 不在 不在偏激直的时候 离了妄想的时候 那就 变成了 转成了 剝落智慧 正自如主 所以当我们离相 不躲在相仗的时候 不是什么都没有 我们的剝落智慧就开起了 离去像 祭门诸佛 不是什么都没有 你不执着相 只要是 延起了幻相 而已 所以这个相 就转成了剝落智慧 这很重要的 这是 我们众生 跟佛菩萨的差别 就是在 迷惑染境的差别而已 所以这个迷惑染境的差别 你真正的懂 很清楚 在我们 对我们来讲 在 在境界上的观觉 非常的重要 你就一转 就转过来了 一个是懒 一个是 他不懒 一个是迷在境界上 一个是绝要 清楚 所以我们要知道 佛菩萨不是 离开了这个 我们世间的这个生活 到山上 那是阿罗汉 阿罗汉 他没有像 诸佛如来的剝落智慧 他没有开启 这是我们的自信 本机的剝落智慧 所以他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还没有正到剝落智慧的时候 我们还扶不住 班老还有 我们又开始 要到比较清静的地方 慢慢培养 慢慢培养 到我们真的功夫 能够有这个功夫的时候 到哪里 就需要关照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这个我们心 我们心所缘相 所缘的设 他见到这个设法之后 产生这个相和名 产生了妄想而已 到我们离了这个妄想的时候 就变成了 剝落智慧的政治儒儒 这个都是我们能源的 第六字的剑奔 就是他一头显现出来的幻影 了解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就像我们讲的 我们看到这个 看到很多的这个 被去破烂的东西 对不对 你看这个有时候 像古代的时候 现在就比较少了 在这四五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的时候 哪怕是到三十年前 都还是 你看他们 我们 台湾人都是到越南 到比较落后的国家 去买他们的这个 破旧的这个 我们讲说 这老旧的 破烂了这个东西 你看他们是把 当作漏树要丢掉 对不对 这样的人就把它懂得去 看了 哇 这好久了 这几次什么年代的 把它当作是古董 你看 一个是 不要的东西 一个是怎么 我很喜欢 说 很喜欢说古董 就看到 究竟把它当作这个宝 你看 价值连城 你看 那观念上的不同而言 那是不是执着而言 那是不是执着而言 其实 你看 这些东西 它只一个形状而言 它也不是 它也不是按一个名字 这个就是 是垃圾 也不是把它按一个名字 这个就是什么 古董 它不叫这个 这个都是我们第六世 一头生起来的 你看早期 我记得 小的时候啊 我祖父很喜欢养鸟 那个十姐妹啊 那个时候 年纪还小 那十姐妹 哇人家到我家里去要买啊 那 那时候一对好像几百块 几百块 有了这好的 好的鸟 要上千了 一对 那都是一窝蜂 一窝蜂 哇草啦 草啦 其实一窝蜂 不是只有我们 只有 不是只有台湾 大陆也是一样啊 草 草这个 草这个 草这个茅台酒 草那个什么 蒲好茶 哇草了 草了很多 你看现在呢 遇到一病情的时候 有很多地方 很多东西好的东西都泡出来了 因为太多啦 太多啦 你看就是一窝蜂 所以我们知道 都是我们第六世的 执着一头生 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像古董也好 那是我们第六世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第六世所言的是 代食禁 所以说 当成 把 就是当成古董的人 就是把它买回去 摆在家里 对啊 还有时候 有时候是 摆在家里这叶 很喜欢 以前 我讲我自己啊 末学早期的时候 也是在公司 在上班之后 到处去 去游山玩水 那 那个假日啊 看到他摆路边 哇 那个石头好漂亮喔 你看石头 哇 看那个形状很漂亮 我对那个石头 哇 这是什么石 花蓮石怎么石的呢 有时候买回家的时候啊 我内人啊 把石头 那个带回来 对 到时候 念念的 我搬搬到地下室去 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啊 那听到之后 听到佛法 听到进攻老法师 讲无量寿君的时候 你看 很喜欢的 那个变成了什么 变那个 那个石头变成魔鬼啦 看起来就 那其实现在看起来是一样啊 也不是魔鬼 也不是真的好的东西啊 你懂得寻找就好了 一样的道理 是我们第六次的执着啦 都是我们执着 你很喜欢 你看石头 这个东西 白路上没有人要 那我们看石头说 哇 这个好漂亮 其实都是我们的执着 同样的道理 都是一样 所以说 有时候买回去的时候 还是一样啊 摆在家里 哇 寻找啊 这好漂亮啊 都是要像什么 就像 那当学习博法的时候 哎呀 那好像是磨 进攻老法 你喜欢的东西 就是好像磨 为什么磨 折磨自己啦 那不是真的是 他是磨啦 是折磨 我们的心 被他折磨啦 这样 所以我们就知道 原来外卫军界 他没有所谓的好 没有什么坏 是我们的感觉 是我们的感觉而已 那就是我们讲的独隐进 其实他也没有所谓的好 也不好的东西 以前我听到那个 我们班导师 在检导师讲 他一个 看到到一个 一个人的这个 朋友的公司 看到 哇 那个 一尊 一尊 那个 马祖啊 老古董啊 对 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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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了这个 哪里要缺了 他看到老板 很喜欢 对 哇 跟他以为这个 以为这个 我们的 原位检导师 他懂了古董 跟他介绍 对 对 那检导师说 看起来好像 这个切了熬多 怎么会 怎么会那个 对 但是 喜欢的人越看越喜欢 一样有道理 这个都是 其实这一些东西 都是以个人 凭个人的感觉而已 所以 因为他 喜欢的人就是 哇 这个 几千年 上千年的 对 要找不容易 对 还有 还要从国外 找很多人 很帮忙 还有能够通关 用过来的 你看 这个都是我们 讲的 把 废量 那东西 把 执着了 变成 其实 他也不是真的有 有这个 价值连成 都是我们自己 去执着他 认为他是 好了 你 你看 所以我们 讲 这些的 包括这些种种的 古董也好 神像也好 这些来对 对这个 喜欢的人 当作是宝 所以 他不认为是这样的时候 就把它当作 垃圾 所以 这都是 每一个人的感受 浩宇 那就是我们 讲的 第六四所原的 四代子 从第六四 建本 生出来的 这个幻象 分别 直走好 那是我们 第六四所原的 这个 是 真带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第七四 所原的是 真带子 为什么 因为第七四 他的 建本 第七四的建本 他 本身 就是带心直的 他带心直的 也就是 我们第七四的建本 气炎第八四的建本 因为他带心直 第七四的建本 是带心直 那 第八四的 你看 你看 第七四的建本 气炎第八四的建本 从这里 象征的 就是第七四的象本 这个象本 是什么 这个象本就是 我嘛 我 我只是这样子 显现出来这样子 他执着了 所以这个 我是一个 代直径 因为他本来是没有一个 我 其实 我们 我是从 七四八四 澳四的 两个建本中间 连带 熬生起来的 所以 这个七八 两四 各有十种的 本直心 所以我们 称为它为 真代直 真代直 它就是真 真代直 所以 所以 有一个记中里面说 以心 圆心 真代直 中间 相 斌 两头 真 也就是说 我们 我们 以第七四的建本 是沿了第八四的 这个 这个 建本 它是带直的 中间 相本 是我跑出来的 这个象本 中间有一个象本 就跑出一个 那两头 这个两头 这个两头 就是我们 第七四的建本 是沿着第八四的建本 两头 一个是 一个我 那第七四又 所沿着这个 真代直 所以说 你看它就沿了 前六四 这个是 是只有的 所以这一讲 代直 有富 通勤本 这有富 这意思就是 富藏 富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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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盖了什么 我们的 真如本性 因为 它是 燃靶嘛 所以它能够 富 藏的圣道 因为 燃了嘛 也就是 前面所讲的 我贪 我贱 我贱 我之 我慢 这个燃靶 能够 能够 富藏 圣道 能够 覆盖 因为 我贪 我 我 我吃 我慢 我见我慢 这个四个 把我们的 真如本性覆盖住了 所以就能够 覆盖 圣道 第二个就是 富弊 也就是 然把它能够 富弊 我们的心事 让我们的心事 不清静 这和两个 和字有这两个意思 叫做富 有这个富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第七世的性别 这性别是指善恶无忌 善恶无忌这个三性的性别 这三性中我们第七世是属于无忌性的 因为他是 悲战 悲恶 的无忌性 因为他只有 单纯的抓住这个八字的剑斌为我 那是属于 他是属于无忌性的 因为 也 他也会 有时候为了这个 真善道 也会造 造这个恶业啦 造善造的东西 所以说他变 他真善道啦 所以变成了这个 善啦 所以他也会 因为自自自利啦 贪图名利啦 贪图利益啦 好去造 惡 所以第七世他抓住了 八岁剑斌为我 所以 他是属于 无忌性 那个无忌性 他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什么 有负无忌 第二种是 无负无忌 有负无忌 虽然他是属于非善非恶的无忌 但是 他的体上是覆盖了 覆盖了 那个四种烦恼 贪 吃 賤 賤 賤 慢 这四种烦恼 他覆盖了 所以第六次就覆盖了 这个 这个 我爱 我吃 我慢 我賤 这个 变成了染污式 所以第一种叫做 有负无忌 第二种叫做 无负无忌 这是指 性善 他等于是 悲 性善来讲 这等于 悲善 悲恶 的无忌性 但是 但是 他是 保于忠庸之性 因为 不是善 而是属于忠庸 所以 无 所覆盖 他叫无菩萨 那就是我们讲 指的 我们的第八次 所以我们讲的 我们第八次是属于 无负 无忌性 那第六次 第七次是属于 有负 无忌性 因为他上面覆盖了 我爱 我贪 我吃 我贱 我贱 我慢 变成一个染污性 染污 染污式 那这由于我们第七次的染污 那第七次染污的时候 那当然说 连带的我们第六次也受影响了 所以这一讲 七次 这是唯有我们第六次染污 这个染进一 这是染进一言 比如说我们第七次 唯有我们全六次之染进一言 所以这一讲 所以这一讲 通前面的六次 他执着我们前面六次进界是 为真的 然后呢 内执着八次的 所以这个通情本 第一种意识 第二种意识 通情本第一种意识 通情本第一种意识 就是指我们 由于我们第七次的剑斌 沿着第八次的剑斌 移起中间生了一个 悲亮的一个像斌 那第七次将 他执着的 物执着他是我 然后这个自我 也就是 也就是我们一切有群众生 他生死轮回的根本 那轮回的根本前面是讲 就是我们的一个隐业 隐业 因为那个新的力量 引导我们前面第六次有讲的 是我们第六次的 那个 分别执着的那种的力量 无形的这个力量 引导我们到 哪一道去投胎受报的 的根本 隐业 也就是我们讲的 总报 那一个是隐业是总报 那 满业 一个是满业 满业是别报 别业嘛 一个是总业 一个是别业 所以说我们轮回的生死的根本 也就是我们执着了 这是一切众生死的 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我 所以说有了生死轮回的根本 也就是我们的 忘情的根本 一切忘情的根本 所以 也讲通 通情本 这有这个两个意义 所以我们第七次所原的境界 它是代子境 把第八次的 这间本 是为石油 还有副 上面 覆盖了 这个 我摊 我吃 我见我慢 然后把第七次 前六次的境界 当作是石油的 这当作真的 把第七次 八次的 这个 这个 建本 执着它 是我 这样的 迷惑颠倒 产生了自私自利 会造出恶业 那都是我们 不了解实相 执着外面精确 是直取啦 也不知道是我们本来是没有一个 我执 包括身见 身见 你看 我们这个身 我们称为 当我们凡部来讲是夜报身 对不对 那在我们谈语里面讲 当我们心清静的时候 一心清静的时候 那就是 清静 靶身 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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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為非,這個量是非量,量為非 它不是真的,是非量 因為第七字把它漸分當作十有,其實第八字也不是真的是我,它是非量 不是,這個我不是真的 所以這一講,這比量,量是限量、比量、非量裡面它是屬於非量 所以隨緣指我量為非,是指我們的莫納式,我們第七字莫納式 不論在任何一個環境當中,時時刻刻都是執著這個我 不管怎麼樣,它是絕對不會分離的 所以這一句是指我們第七字所言的境界,以及它的質量 它底下,也就是第七字,它所相應的心所 你看,八大片行別進會 貪吃我見慢香隨 這第七字,它所相應的心所一共有十八個心所 就是心所有法,心,也就是心的作用啦 心所有法,一共有五十一個心所 那前面,前五字,我們知道前五字我們前面講過了 它只有跟三十四個心所有法相應 那第六字,這是五十一個心所 心所都... 它都...第六字,全部都相應 那在這五十一個心所裡面之中 第七字,它只有跟十八個心所跟它相應而已 換句話來說,我們第七字,莫那字只有跟十八個心所的作用 有所作用 所以這個十八的心所包括 八大隨煩惱 跟它通行五個... 五別進 還有五別進 這...中間裡面就...它就...都是跟廢軍所相應 貪吃...貪吃...火見...漫香水啊 這...八大的... 八大騙行...別進廢 通行這個...五別進 這...八大騙行... 是指我們的這個...我們的... 第六字,在這個二十個心所裡面 它只是... 有跟...它...跟這八大... 隨煩惱相應 其他的這個十個小隨煩惱 跟兩個中隨煩惱 都不跟它相應的 所以這個八大... 八個大隨煩惱 就是...剛才講的... 魂臣吊急 不信 借待 放逸 散亂 思念 不正知 這個...八個大隨煩惱 它跟...八個大隨煩惱相應 跟騙行 騙行是指...五騙行嘛 五騙行 就是... 觸...作欲... 受...想...思 其實這個是... 五個...其實是... 一念就記住啦 結觸... 觸就接觸 作欲了...注意啦 受就是... 你那感受啦... 想就了別啦 思就是有反應啦... 有作用啦 那第七次... 思思各個就執著 第八次見分 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 我們凡布就是這樣子 念念都是這樣子 有我... 所以說我們... 凡布就是... 有我... 有腸... 有肉...有勁... 所以說第七次的執著啦... 是說我們的... 根深世界... 為時有... 包括... 內根深外界界當作智慧 念念就執著它... 是我們第七次的關係 我們... 根... 根深世界... 我們執著長樂我盡... 就迷惑顛倒啦... 我們盤布... 你看... 那奧盛人... 他... 知道是... 苦共無常無我... 他念念都是... 到最後呢... 把我們的我執... 去除之後... 他還是執著一個... 苦共無常無我... 苦共無常無我... 念念都是... 是這樣子啊... 所以說在... 禪間裡面呢... 六祖道在禪間裡面講... 我們凡布奧盛 一個是執著長樂我盡... 是使有的... 一個... 又是執著一個... 無常無我... 無路無盡... 所以說... 凡布奧盛... 共成八道... 八個顛倒... 加起來是共... 八個顛倒... 道理是這樣... 那底下說... 別進會... 那個別進會... 那別進會是指我們的... 五別進心所啦... 我們... 我們由於我們前面的... 處、坐、玉、受享、師... 這五片行... 周遍一切... 我們八個... 新王... 元老、鼻舌、身、義... 包括... 莫納、阿拉耶... 這個... 八個新手都記住我們這五片行... 我們... 經過... 接觸... 之後... 坐、玉、琳、阿拉... 了別的... 有了反應啦... 接著底下就有了這... 五別進... 這五別進... 是隨著我們接觸的環境的變化... 所以說... 如果我們接觸到... 接觸了之後... 不爭氣啦... 因為沒有興趣... 所以那底下... 這五別進... 善心所有十一... 根本煩惱... 有六... 還有... 隨煩惱有二十... 因為我們... 這些事情... 對這事情... 不感興趣... 這底下... 這些新手就沒有... 他就不會相應啦... 如果... 那處、坐、玉、受享、師... 接觸之後... 有了反應啦... 對這事情有興趣啦... 這個五別進裡面... 也許... 同質會升級... 或許... 是只有升級一個... 有時候呢... 他會升級... 兩個或三個... 甚至於... 五個同時升級的... 所以由於這五別進... 升級之後... 那底下就產生了... 這個善、惡、種種的... 這個新手啦... 所以... 我們這個前面... 我們說過啦... 所以... 那我們第七次... 相應的這個五別進... 新手就是... 剛才講的... 欲、希望、聖、結、諸、聖、念... 念念就是所定、注意啦... 念... 欲、聖、結、念、定、慧... 由於我們... 前面的五片形... 這... 觸、作意、受、想、失... 接觸啦... 注意啦... 理那啦... 了別啦... 有了反應啦... 那底下就有這個... 五別進的反應啦... 好... 好... 就是這樣子來著... 好... 欲... 就是希望嘛... 希望這個境界嘛... 好... 欲... 好... 所以我們講這個欲... 好... 欲... 它是念念... 有這個欲望... 有需求... 有這個需求...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好... 好... 然後就是有了聖節啦... 對這個世界的殊勝的見解啦... 就是聖節... 有了殊勝見解之後... 底下就是念... 好... 就是... 回憶... 過去的事情... 現在想起來啦... 好... 定... 就是它... 專注它... 專注... 有了前面的... 五遍型之後... 就專注在... 這個境界上... 好... 然後底下... 就是... 會... 會...就是... 節節... 有了節節... 好... 對前面的... 義... 聖節... 念...定... 這個四個... 做出了節定性的... 我要怎麼做... 這節節啦... 那我們第七次的莫娜是... 在我們五別境裡面... 這個... 義...聖節... 念...定...會... 這裡面... 它只有跟這個... 會心手... 這個... 會心手... 相應好語... 念念只有節節... 有這個... 我... 所以說... 我們第七次... 它只有跟... 會心手... 相應... 那為什麼... 我們第七次... 莫娜是... 它是... 性是... 本來是... 非善... 非惡的... 無際性... 那為什麼... 它又有這... 傲十個... 煩惱心手... 在裡面... 因為它... 它又... 以這個... 奧斯克軍手裡面... 它... 它只有... 雖然奧斯克軍手... 它只有跟... 這... 八大軍手... 這... 煩惱軍手... 相應好語... 就是... 奧斯克軍手... 煩惱軍手裡面... 它只有跟... 為什麼只有... 它跟... 八大... 煩惱軍手相應呢... 因為我們的... 第七次莫娜是... 他的主義是... 非善... 非惡... 的... 無際性... 因為... 它覆蓋著...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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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它對這個... 煩惱軍手的相應... 是因為我們... 第七次莫娜式的... 形象... 它... 非常的維繫... 我們講... 第七次... 我們... 稱為這個... 潛意識的... 道理就在這裡... 那我們... 第六次就是我們的... 新的活動中心... 所以... 第六次... 它是... 很明顯的... 很顯明的... 第七次呢... 是潛意識啦... 你看第六次... 你會分別自從... 那是... 很明顯的... 但是... 它是... 在七次... 它是... 潛意識裡面... 它時時刻刻... 都是... 存在著一個... 自持自立... 保護自己... 那... 我們... 一般... 我們沒有... 經過這樣子... 了解的時候... 這樣觀照的時候... 沒有經過這樣觀照...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不曉得... 啊... 所以說... 有時候... 我們自己習趣... 啊... 一般沒有學婆... 我們都不知道自己有... 這樣習趣... 啊... 無形... 這... 這個有時候... 啊... 不知不覺有的習趣... 就是這樣子... 不斷的這樣子... 吃東西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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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去到... 我記得以前那個... 那個... 在公司的時候... 啊... 大家在... 一起有時候... 啊... 開玩會啦...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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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東西... 對不對... 每一次點的... 你啊... 有時候每一次點的... 都是點這個... 點這個... 大家會覺得... 欸... 每一次你都點這個... 都是我們自己習趣... 我們不知道... 啊... 有人... 你喜歡吃的菜... 未必有別人會喜歡吃... 啊... 那無形之中就是... 我們就是... 產生了一個習慣啦... 啊... 每一個人習慣就不同... 道理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知道啦... 萬法是會尋... 會尋到... 啊... 所以說... 有時候我們自己習慣不知道... 欸... 人家跟我們講... 我們有時候... 也不覺得... 我們有... 有哪一個地方... 不對啊... 對不對... 所以這樣... 為什麼... 一個家庭也好... 一個團體也好... 會有那麼多的... 不同的意見... 因為習慣不同嘛... 啊... 不同的時候... 我們沒有包容心的時候... 就會起爭執啊... 但我們懂得啦... 學佛懂得... 我們有包容心... 對不對... 我們所做的... 未必是正確的... 好... 那別人所做的... 雖然不是正確的... 不是... 如果也當時我們能夠有包容心... 我們能... 懂得包容... 擴大自己的心... 所以說... 這個就是... 重點就是在... 我們第七世... 時時刻刻的... 自我為中心... 保護自己的關係... 你看... 一個家庭也是一樣... 一個家庭... 有時候... 小小事情都是在爭執啊... 對不對... 有時候... 為了一個家庭... 小小事情... 爭執啊... 所以... 我們常講說... 我們除了說從... 這個... 常以來看... 這沒有什麼東西啊... 這很簡... 很單純啊... 所以我們常俗話講... 一句話說... 輕官難斷... 家務事... 這道理是這樣... 沒有事啊... 執著啦... 每一個人都有... 他執著的... 這個是對的... 他執著... 他是對的... 其實都是... 我們第七世的關係... 我們莫納字... 簡易字... 在執著... 很重... 很重... 我們煩惱就從這裡來的嘛... 所以說... 我們懂得這樣子... 可以習慣照啦... 喔... 但我們一執著啦... 心裡難過啦... 欸... 我們... 所以... 起了相對啦... 相對待啦... 我們的心... 什麼... 第七世執著啦... 好... 那你放下的時候就是... 念念放下的時候就是... 轉七字成為什麼... 平等性字啦... 已經轉字成字... 道理在這裡... 實際上很重要... 了解... 事實真相很重要... 我們容易... 在生活之中... 容易去關照... 慢慢把我們的... 五十以來這個... 我執... 這個... 我埔子... 這... 慢慢慢慢能夠淡化下來... 針見慢慢能夠淡化下來... 好... 所以說... 當... 我們新業績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發現啦... 好... 所以這個... 兩個... 是... 中髓... 這兩個是... 中髓煩惱... 中髓煩惱就是... 無慘... 無愧... 這是... 我們講的... 中髓煩惱... 他也... 不跟他相應的... 好... 以及... 這個... 十個... 小髓煩惱... 辯... 恨... 這... 腹... 腦... 忌... 狂妄那狂... 慘滅那滅... 害... 焦... 這個... 十個髓型煩惱... 這個... 這個... 小髓煩惱... 升起的時候... 他只能... 單獨的... 升起... 升起的時候... 他絕對... 不會... 同時兩個... 一個... 起了... 滅了... 接著... 又一個... 升起了... 這樣... 有了十種... 那... 中髓煩惱這個... 無慘... 無愧... 他是什麼... 他是同時都會... 升起的... 他可以... 他可以同時... 升起... 那... 十個小髓煩惱... 的話呢... 因為... 這形象... 就能辨別人... 所以他... 不跟他相應... 所以... 那我們地區是... 因為他是屬於... 無忌性嘛... 但是有... 卻有這個... 有腹無忌... 就是覆蓋了... 有腹無忌... 本來是無忌性... 因為他覆蓋了... 這個... 這個... 四個煩惱嘛... 就是... 我貪... 我吃... 我慢... 我健... 就覆蓋這個... 所以說... 我有... 八個... 大水煩惱... 是跟他相應... 因為這... 八個... 大水煩惱... 他是... 什麼... 變出染新的啦... 所以... 只有這個... 八個... 大水煩惱... 跟他是相應... 雖然... 雖然... 那雖然這個... 八個... 大水煩惱跟他相應... 但是... 我們維世絕裡面... 那說法... 他又不一樣... 有的... 有的維世家... 他認為... 第七莫那寺... 他也不跟... 他不跟... 八大水煩惱... 八大水煩惱相應... 他只是跟那個... 五片形相應的... 跟這個... 五別鏡... 這個... 心所相應的... 以及包括... 前面所講的... 我貪... 我知... 我慢... 我見... 這個心所相應的... 那因為這個... 賢狀大師... 他翻譯這個... 這個... 維世... 他是對於... 一個... 復法論詩為主... 所以說... 他復法論詩... 他認為... 莫那寺跟... 我們八大... 所謂煩惱是相應的... 那我們現在... 這個維世宋裡面... 他這一... 我們是依賢狀大師... 所著的... 所以這一講... 這第七世... 第七世性... 它是誰... 它雖然是無跡性... 但是... 卻... 覆蓋了... 火灘... 火... 吃... 火見... 火慢... 被這個四個... 覆蓋住... 而成為了這個... 染污性... 它本來是無跡性... 變成了染污性... 就這樣子... 好... 以這個八... 這樣子... 所謂以這個八大... 隨煩惱... 那... 騙出染性... 所以... 他是以第七世摩那寺相應的... 這是賢狀大師... 他是以... 復法論詩... 的見地... 所以我們... 依... 這賢狀大師的論述... 那為什麼這個... 五變... 五別境... 他只有... 跟慧薰所相應呢? 那為什麼不跟... 那個... 前面的... 益聖結... 念定... 這個四個薰所... 他... 不跟他相應呢? 是因為我們... 第七世... 他所... 他所... 他所圓的... 是... 現在的這個境界... 限量境界啦... 他... 時時刻刻... 看著... 第八世的見斌... 唯我... 所以... 他沒有... 這個... 益... 聖結... 念... 定... 這個四個薰所相應... 他只是... 直直刻刻... 只有... 抓住這個... 八世的見斌... 這個我... 執著他而已... 這真的... 這個就是我... 這個就是我... 他念念... 放不下而已啦... 所以... 為什麼... 第七世... 莫那世... 沒有這... 我... 別境... 中的這個... 意... 聖結... 跟念定... 這個... 四個薰所相應... 只有... 跟... 會薰所相應... 好... 所以這一講... 八大... 片行... 別境... 會... 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 貪吃我見... 慢香... 好... 我們先... 休息個十五分鐘好了... 我們再把... 底下... 貪吃我見... 慢香水... 好... 我們... 先休息個十五分鐘好了... 好... 各位大家... 我們再繼續了... 我們講到這佛法... 其實這佛法... 有的是... 是從... 十項... 道理來講... 有的是從... 前法... 一個是... 是從... 死法來做... 所以有時候我們... 如果說... 這個... 不是一門真入... 那很多地方... 自己會... 會... 會... 對這個法... 講法... 這個... 沒有辦法契入...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講好了... 我們講說... 這個... 苦極滅道... 對不對... 是世政地苦極滅道... 苦極滅道... 是對我們世間的現象... 叫你知道... 知道這個... 現象... 苦是我們... 過去生的... 召集要來的... 所以... 苦... 是過去生... 苦是... 果... 對不對... 是... 因... 是過去生... 召集要去感到這個苦的果... 那你要... 滅掉... 你要... 滅了這個煩惱... 對... 沒有苦的這個果... 你要修道...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說... 苦極滅道... 是不是了益... 如果說從... 以我們在剛開始... 這個... 學佛的時候... 這個... 從前把來講... 他這個方便說... 是了益的... 他... 從此把來講... 他是不了益的... 為什麼講不了益呢... 金金講很清楚啊... 無苦極滅道... 無苦極滅道... 就無了益的... 為什麼... 自信裡面... 沒有這一些東西啊... 從實相來講... 自信裡面... 這無苦極滅道啊... 從我們世間的... 這個現象來講... 當然我們... 執著的境界... 但這裡... 那從前把來講... 是有苦極滅道啊... 那這個... 我們一定要搞清楚... 否則的話... 我們會... 弄得... 把自己弄得... 一下子講... 有一些像... 沒有... 一樣的道理嘛... 那... 你看到我們... 這個談券裡面... 神秀大師... 對於這個... 界定慧的解釋... 跟... 跟慧能大師的解釋... 又不同啊... 對不對... 為什麼... 一個是什麼... 入門的時候... 必須要這樣... 依前把而入的... 你由前把... 真正用功... 你才能夠... 由前入食啊... 當你這個... 還沒有到入食的時候... 你前把也不用的時候... 那你怎麼修呢... 所以我們就要... 了解這個道理... 除非我們... 真正的... 是... 過去... 過去真修... 現在能夠入軟... 你就可以從... 在世間上觀照啦...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佛法不會有矛盾的... 這很重要的... 否則的話... 我們一般來講... 多聞... 這邊聽... 信中也聽... 為事也聽... 到處聽... 聽到最後... 自己被亂掉... 一下子講這一項... 自己都搞糊塗啦... 所以叫我們... 一門深入道理的這樣子... 你看在我們... 這個... 任元經裡面... 你看... 二十五個元通章... 二十五種... 你看... 七大跟... 這個... 我們這個... 十八戒... 加起來... 二十五個元通章... 每一門都可以入啊... 每一門都... 怎麼... 都自主來照廟神出去... 不僅七大是... 如來照廟神出去... 你隨點一個都是... 如來照廟神出去... 你看... 從這裡可以入食啊... 一門可以深入... 可以通達十項的... 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搞清楚... 因為... 每一法... 都是從我們自信... 它顯現出來的... 一個... 一言起顯現出來的幻象... 好意思... 當我們... 把這... 言起顯現出來的幻象... 我們... 執著是只有的... 所以... 佛法是講心法... 所以說這個八世規矩宋裡面... 說第七世... 你看說我們就是執著了... 處處都在執著啦... 所以當我們... 第七世的執著... 這個執著慢慢... 你從... 由觀照到... 心真正的... 不在... 不在執著了... 心真正... 走到解脫了... 你看到的... 外面境界就是什麼... 原來是... 就平等... 平等... 就親近於相... 因為它... 飽足是... 它本來就是... 我們就在這樣... 妙真族性... 所顯現出來的... 幻影而已啊... 大聖... 佛法... 種在什麼... 到... 大聖教理來講... 菩薩所看的... 都是水中葉... 像夢... 像... 這個... 這個... 做... 夢中博士見嘴的道場... 都講這個... 為什麼... 要入心啊... 從我們心來講... 就像... 鏡子一樣... 以鏡子所顯現出來的... 現象... 都是一個... 言語像... 哪一個是真的... 也就是... 讓我們... 從心... 所看的... 一切現象... 都是我們心的一個幻影... 然後... 瞭解... 幻影就是我們的心... 一這樣子... 包括我們這個...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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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執著的... 經過這巴士... 才慢慢去... 體會到... 喔...原來... 這件事... 講了很多的這個... 巴士興亡... 我是一個星爪... 那麼多現象... 其實都是我這件... 心性而已啊... 包括我一次講的... 見分...向分... 是正分... 政治正分... 其實這個也是... 自體自分... 也是我們這件心... 心性而已啊... 但是我們當他沒有... 入一心... 違規... 這... 實相的時候... 我們這個一個... 都是方便說的... 都是方便說的... 到了... 夢醒的時候... 你就知道啦... 所有都是我們這件心性... 變現出來的... 所以這第七是... 這第七是... 第七是... 第七是最會... 最容易執著... 最容易執著... 念念都執著... 接下來我們再... 說明這底下這個... 前面講這個... 八大片行別禁會... 底下是... 貪吃... 我見... 慢香誰... 讓我們了解這個... 第七是... 莫娜寺... 它是我們... 六個根本煩惱的心所... 當中的這個... 貪、撐、吃、慢、餘、惡、劍... 六個... 煩惱的心所中... 它... 只有跟... 貪、吃、慢、劍... 這個心所相應... 換句話說... 第七是... 莫娜寺... 它只有跟... 貪、吃... 我貪、我吃... 我慢、我劍... 這四個心所相應而已... 因為第七是... 莫娜寺... 它是... 唯有執著是... 就自我... 我們講說... 愛戀自我啦... 念戀就是... 有一個執著... 這個... 就是我... 所以... 它不跟這個... 稱心所相應的... 因為... 我們講... 莫娜寺... 它是... 念念... 直者有我... 對我... 它覺得... 對自我... 它覺得... 不會生起... 也就是說... 它絕對不會生起啦... 有我... 或是... 沒有我... 它莫娜寺... 它不會生起這樣的心啦... 因為它念念都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 修行... 佛法當中... 就是要... 當我們... 身見我直... 還沒有... 站下來之前... 我們內心... 還是念念... 直者有個我... 所以... 我們要解... 懂得關照... 本來是沒有... 沒有個我... 我... 只是那個... 空... 靈空的... 解釋性... 所以說... 它對這個... 它不會對... 有我... 產生的這個... 懷疑啦... 所以第七次就是... 所以... 當我們... 心切善了... 他也會想... 自己... 會得到什麼好處... 對不對... 剛才講的... 像... 這個... 梁武帝一樣... 他都... 雖然他是修... 扮憲... 對不對... 他也是... 獎金說法... 也是跟... 這個... 這個王妃... 他編基啊... 對不對... 他也是這樣子... 造勢... 共生... 做那麼多的這個... 梁武帕啊... 這相關事宜... 你看他... 一生之中... 蓋這個寺廟啊... 有三百多... 多個大寺廟啊... 當他... 遇到... 這個... 撻摩組織的時候... 你看... 撻摩組織問他... 他說... 我... 造勢共生... 有何功德... 你看... 一樣啊... 因為他... 本來是一個... 大覆法... 所以說我們當... 我們... 不聊... 還沒有... 真正到了... 跟實相... 跟實相... 徹底跟實相了解的時候... 我們都... 還是有一個我... 做任何事情... 還有這個我... 那跟外道... 是一樣... 但是我... 所以說外道... 他對佛法... 佛法的這個... 真正... 佛所說的這個教法... 他沒有真正通... 都遺憾在這個地方... 他們也是很... 很用功修行啊... 你們看到... 有時候看到一些... 他們... 真的是... 修行... 這下功夫啊... 但是... 差別就是在... 知見上... 的不同... 所以說... 我們講說... 修行... 要真正的... 正知見... 佛都是什麼... 我們常講啊... 師之好理啊... 這岔子就千里啦... 我們知道... 原來... 經上告訴我們的... 五韻本空... 六成碑... 是怎麼... 因為它是一個幻影... 所以... 我們... 懂得這樣道理... 我們就... 對於現象... 就懂得放下來... 對於這個... 身見... 我之... 也越來... 越放得下... 依觀照... 這樣子... 讓我們這個... 執著在... 莫拉斯的... 潛意識... 身跟地固的執著... 這個我... 慢慢可以... 潛意默化... 所以我們第七次... 莫拉斯... 對這個... 我的執著... 他念念就是這樣... 他不會取懷疑... 他不需要懷疑... 他沒有... 不需要懷疑心所... 所以我們... 第七次... 莫拉斯... 這個... 六個根本... 煩惱裡面... 它只有... 貪、撐、火慢、火劍而已... 四個... 跟這個... 四個煩惱心所... 降硬... 所以... 這裡講很清楚... 我們第七次... 莫拉斯... 貪、吃、火劍、慢、香、水... 有了我執... 有了我執... 有了我貪... 撐... 我吃... 我賤... 我慢... 這個四個根本... 煩惱... 所以... 我們反覆十字刻的就是... 不懂喔... 那十字刻的就是... 自知之利... 就是... 這個道理... 所以這一段講... 前面這一段講... 八大... 片行... 別盡會... 貪、吃、火、慢... 貪、吃、火、劍、慢、香、水... 就告訴我們... 我們第七次... 在五個心... 不是一個心所法裡面... 第七次只有... 跟十八個... 心... 心所的作用好以... 看在底下... 恆省之良... 我相隨... 有情日夜... 正昏迷... 恆省之良... 我相隨... 這恆... 就是... 不斷的... 長相聚的... 念念都是... 這樣子... 念的長相聚... 它絕對不會中斷的... 念念相聚... 不斷的... 這個恆嘛... 這個省就是... 審查... 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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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都相聚... 不斷的... 審查...妒... 妒... 施良... 這個就是... 施力... 跟... 度... 這個... 量度啦... 經過了... 我們的... 審立師... 審定師... 在發動... 我們身口慾... 就是... 動發自身... 就是發動我們身口慾... 照作啦... 照作祝樂... 所以這個... 施良... 就是... 施力... 亮度... 也就是我們... 第七世... 莫娜世... 念念的... 恆省... 第八世的... 劍奔... 唯我... 念念相聚不斷... 他隨時... 隨地... 都是... 自自自立... 保護自己... 所以我們常講說... 之外講說... 只管... 只管自己... 法善善... 不... 對人家的這個... 我們就不會去... 在意啦... 都是... 為自己而已啦... 就是我們... 一般... 在... 人的... 這個... 人的現象裡面... 其實... 這人... 本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人要提升... 你看... 我們到天上的時候... 那最起碼... 十三頁啦... 對不對... 我們人... 還有... 人來講... 對... 就是五屆... 在十三頁裡面... 在十三頁裡面... 可以說這是... 中下... 中下... 你看十三頁... 我們在十三頁... 看到那麼多... 群群是... 我們人... 為什麼在時間... 只有... 這個是... 沒有... 真正的善品... 直上... 我們到中間... 你看我們... 人間的遺照現象... 是什麼... 男女各半... 對不對... 白天晚上各半... 好壞各半... 我們就一半... 一半... 到十三頁的... 上品的時候... 就不在人間了... 它就在天上了... 所以我們... 人間的這現象... 顯現出來... 就是各半... 好壞各半... 總統的各半... 是這樣子... 心是這樣子... 顯現的這個... 顯現出來的境界... 你生活的境界... 有時候就這樣子... 雖然我們... 不是像天人這樣子... 吃飯... 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 天人吃飯... 他想... 他就有啦... 吃完他也不需要... 洗完... 他的生活的果報就是這樣子... 他不報... 他有這個不報... 我們沒有這個不報... 我們吃東西要... 種稻米要兩三個月... 收成之後... 還要去殼... 還要煮... 還要煮...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福報... 就是在這裡而已嘛... 所以我們... 所感的... 也是... 這樣的生活環境... 一樣啊... 你慢慢去體會到... 我們... 這個... 法界所講的這一些... 這個... 我們博法所講的東西... 這個心所顯現出來的... 這個執法界... 都是依我們的心... 它所顯現出來的... 這個... 人類...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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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 共同的同分望見... 思想觀念... 都是雷同雷同的啦... 習氣... 有的比較好... 對不對... 他懂得修行... 是這樣子... 有的自自自立... 自我為中心的... 你看... 這個就是我們... 從我們... 第七字講得很清楚啊... 都是我們... 以自我為中心為主的... 所以我們... 知道這個... 我們這個... 第七字是... 自我為中心... 自自自立... 所以這一段... 八大... 片行... 別進會... 貪吃... 我慢... 正相隨... 這告訴我們... 在第七字的莫娜寺... 這個... 這個... 莫娜寺中... 這個... 在五十一個新手法裡面... 他只有跟... 第七字只有跟... 十八個新手... 相運而已... 我們再看底下... 恆省思良... 我相隨... 友情日月正昏迷... 恆省思良... 就恆... 恆常不斷嘛... 就是剛剛講的... 之後... 你去度量... 思... 你看... 不斷的香氣啦... 審... 就是審查... 寄度... 寄度之後... 度量... 量... 我們講說... 思力... 量度... 經過這樣審慾思... 決定思... 動化生殖之後... 那就是... 那也就是我們講說... 我們第七字... 他是... 恆省思良... 第八字的... 相繼不斷... 十字刻... 四個都是我們... 自知... 自律... 保護自己... 剛才說的... 所以我們才... 有時候俗話才會講說... 人不自私... 天誅地滅... 人本來就是這樣... 人來... 這是人的習氣本來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俗話會這樣講... 因為自己講... 恆省思良... 我相隨嘛... 講很清楚嘛... 也就是我們... 時時刻刻都是... 以自我為中心啦... 那我們... 前五世... 他是... 為... 什麼... 根層世所接觸... 所限的這個... 性靜限量... 所以我們前五世... 他是... 悲恨... 悲審... 所以我們... 前五世... 離了這個... 五層境界的時候... 我們前五世... 就不... 不生了... 所以... 我們前五世... 他沒有審查跟... 私利的功能... 所以我們... 前五世... 我們叫做... 悲恨... 悲審的知良... 那我們第六世是怎麼... 審、熬、悲恨... 因為我們第六世... 是... 我們在五位無心的時候啊... 就像我們... 生這個... 無想天啊... 或是... 就入... 這個... 無想定啊... 或是入這個... 至空定的時候... 乃至... 到了這個... 面受想靜靜的時候... 或是... 我們... 睡得非常的... 熟... 深睡... 睡得很熟... 這個時候... 或是... 有時候... 昆倒啦... 好... 這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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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五個情況之下... 我們第六世就... 暫停它的作用... 好... 所以我們第六世它是屬於... 審、熬、悲恨的道理在這樣... 它不像... 地區是... 恨、審、知良、不會... 好... 那麼第八世是... 恨、熬、悲、省... 好... 它恨的時候就... 香氣... 但是它不省... 不省茶... 好... 它是種子曲線型... 像瀑流一樣... 香氣不斷... 那麼第八世... 它是... 狠、熬、悲、省... 狠、熬、悲、省... 好... 那只有第七世... 莫娜是... 它是... 狠、省、思良... 好... 這個第八世的... 見、悲、悲、念、念都是... 相隨者... 正相隨者... 好... 好... 所以主要說... 有情日、夜、正、昏迷... 有情是指我們的... 一切的有情的眾生... 各個都是以第七世... 好... 莫娜是執著這個我... 好... 好... 之後... 就迷惑顛倒了... 所以... 存在我們六道輪迴裡面... 在我們六道生死苦海裡面... 好... 沒有辦法處理啦... 這就是七世... 好... 對我們來講... 好... 我們的苦海就在七世的執著... 所以就正昏迷啦... 正昏迷這個... 正昏迷這個... 正就是指... 經常如是... 常常都是這樣子... 正... 也就是說... 我們有情眾生日夜... 經常都是受我們... 第七世的執著的影響... 因為他執著第八世的... 見、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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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念、念都是這樣子... 念、念都是... 我貪、我吃、我慢、我見... 長、香、水啦... 也就是... 說明著... 我們有情眾生... 經常都是這樣子... 執著... 有這個執著... 有分別... 很難... 改變... 都是這樣子... 因為... 在人... 把... 人間就是這樣子嘛... 你看我們... 我們看... 現在媒體很發達對不對... 不是只有... 我們現在所看的... 都接近這個社會的人類而已啊... 哪一個國家都... 都一樣... 對不對... 你看... 我們會打斷... 會打斷... 也是一樣啊... 都是為了這個... 一樣的道理啊... 對我們來講... 對其他人來講... 是小小的事情啊... 但是對他... 他執著來講... 他這隊很嚴重啦... 所以為什麼... 我們就... 會發明... 那麼多的這個火箭... 包括核武... 那就是不是... 念念都執著嘛... 執著嘛... 執著嘛... 一個我嘛... 我的國家... 我的需要保護嘛... 否則的話... 會... 受人家的侵略嘛... 那這個是人的知常情啦... 人...本來就這樣子... 在... 人類的生活就是這樣子... 在天上就不是... 不需要啦...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這個人... 苦的原因就是... 對於這個道理... 不知道... 執著他... 那當然啦... 尤其我們... 這個異界眾生... 異望又特別重... 我們異望... 異界眾生... 又比這個... 社界無社界... 苦得多啦... 因為那社界... 他已經離開了... 物質異望了... 但是在無社界裡面... 他壽命... 雖然是... 八萬大絕... 但是很長... 但是... 但是... 一過的時候又... 又墮落啦... 所以說我們講... 佛告訴我們... 三界... 如火宅的道理... 三界無安宅啊... 我們真的要修行... 懂得... 了解... 原來... 都是... 原來我們執著都是... 因為不知道... 受欺失的影響啊... 讓我們這樣子... 迷惑顛倒... 好... 所以... 友情... 日月... 正... 昏迷啊... 好... 你看我們... 第六... 第六... 第六世... 他執著前... 五世肉卻的影子... 對... 經過了神力師... 潔淨師... 動化聲師... 發動聲口譽的造作... 那第七世又執著... 這個... 第八世見本為我... 把前面的前六世... 所限的境界... 把它當作是真的... 好... 是因為我們... 第七世原始... 第八世... 為我... 執著他見本... 所以... 也就是我們講的... 生根器界種子... 那都... 好... 你知道... 這個... 生根器界種子... 就是在第八世... 到了第八世... 我們會再說明的... 所以這個... 第七世... 他只有... 執著八世見本... 好... 他就通到... 我們這... 前面的六世... 所限境界啦... 所以我們... 第七世... 內執... 八世... 見本為我... 外執著這... 前面的... 前六世的境界是... 把它當作真的... 念念... 有了... 我貪... 我吃... 我慢... 我見... 你看... 我們... 第七世... 跟... 第六世... 一起合作... 一個是... 妄想的分別... 迷惑... 造業... 省力思... 捷徑思... 動化盛思... 那... 第七世又執著... 這個... 八世... 這個是我... 我生起了... 我貪... 我吃... 我慢... 我見... 你看... 我們第七世跟第八世... 它配合得... 相當... 相當... 的... 緊密... 所以說... 你看... 它... 因為... 它兩個互相的配合... 所以說... 我們才會顛倒... 對... 是這樣的關係啊... 現在我們知道啦... 我們懂得觀照... 懂得實相... 當下就是實相... 當下就是我們性盡現量... 當下就是我們的... 心所... 所原... 心... 所顯現出來的... 你所原的只... 只不過是... 我們的這個... 是... 心的這個... 眼領像... 而不是... 只有的... 所以... 這個沒有經過... 這個... 博法的... 心及... 佛陀的教導... 我們怎麼會... 能夠... 斷這個... 無死以來的... 這個... 無名其去呢? 所以我們... 無死以來會... 出不了三界... 真實輪迴... 就是我們... 不知道... 不能... 了解... 沒有深入的... 對這個... 道理... 實際上道理... 能夠... 真正的... 能夠... 有真實的作用... 那真實的作用... 怎麼樣? 懂得觀照... 之後... 把我們的這一節... 無死以來... 那個... 真見... 我只會慢慢... 淡化... 幫我們這個... 知道外面境界... 那是我的新的眼影像... 種頭放下來... 不再執著了... 所以說... 這個不是佛陀來... 把真相告訴我們... 我們怎麼會知道呢? 所以修行沒有經過... 這個真正的... 正知正見... 你所修的... 我看了好多... 因為... 那個... 那個... 我講說那個... 他的眼鏡... 眼鏡... 那個朋友... 他是... 他是... 他雖然... 講的都很多... 都是跟佛法... 很多地方都回歸到佛法了... 因為他是... 一貫道了... 他是對佛法呢... 一直...一直... 一直...那個... 但是... 所涵蓋的也沒有是... 非常的清楚... 還是會... 含... 含糊的... 所以真正的這個佛法... 沒有真正一門真入... 真正對這個教理... 能夠通達的時候... 相似的... 佛法的很多... 尤其的... 論言經來講... 他講到我們... 十二個這個... 妄想... 哇... 他講了好多... 因為... 每一個修行... 有的很維繫的... 包括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 身文言節... 那是非常維繫的... 那都還沒有真正入十項的... 所以說... 這個... 我們... 一定要對這個... 這個... 佛法真正的... 講的實教道理... 一定要能夠... 通達... 慢慢循... 慢慢循... 到最後... 我們才能夠... 真正跟大聖經典... 去相應的... 所以這個都是要... 經過這個... 大聖經典的訓期... 不斷訓期... 以... 我所講的這一種的... 教理... 我們慢慢循... 慢慢循... 啊... 我們才懂得放下來啊... 我說... 我們怎麼放得下... 你看那個... 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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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 有很多啊... 有一個... 有一個... 最近傳了一個... 哇... 他的家庭啊... 都是有什麼... 富力... 哇... 那個... 像皇宮一樣... 對不對... 家庭像皇宮一樣... 因為有錢啊... 但是要走的時候... 捨不得啊... 他派出來的... 每一個房間都... 看著... 這個要走啦... 身體已經不好啦... 要走啦... 放不下... 這個... 你看... 我們從這邊... 我們就了解啦... 原來煩惱就是我們自己找的啦... 我們從這個... 邊的... 那個... 那個... 我們可以從這裡去體會到... 原來就是從... 迷了... 不知道... 所以我們... 世間... 懂得那麼多的時候... 才不到最後... 越多... 名利... 地位啦... 我們如果念念放不下的時候... 到最後... 真的是會苦啊... 如果要走的時候... 如同... 身歸脫口啊... 要離開的時候... 真的是... 會苦不堪言啊... 因為... 一生之中很難得嘛... 你... 精心去打造了... 對不對... 你要離開的時候... 你捨不得啊... 因為人都似乎有... 地區制嘛... 所以有了地區制... 我們就有... 很多現象... 我們都... 都不到快樂... 因為患得患之啊... 這樣... 所以我們... 世間的無意的樂... 雖然... 也有樂... 不是沒有樂... 它是麻醉... 會讓我們... 越迷越深... 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我們懂得實相... 我們... 了解這個心法... 知道... 一切境界都是我們... 心所言... 事所言... 事所變... 了解這個道理... 把我們... 以前... 的... 這個... 錯誤的自見... 把它... 慢慢轉過來... 好... 你看我們... 前面看了這個... 像... 前面講的... 像... 初地菩薩... 他就可以在人間自見... 這個... 做人王啊... 奧地菩薩就可以到天上啊... 對不對... 你看... 很多的... 天上的... 天王都是菩薩自見的... 好... 因為天王... 他比我們人間的人王... 還要出勝... 都是菩薩自見的... 好... 你看... 初地菩薩可以自見... 人間的天王... 奧地可以... 當天上的天王啊... 好... 因為... 他們所證的... 就是... 悟了實相了... 好... 在境界中... 他不會執著啦... 只要是... 不會... 被境界... 轉啦... 他不動心啦... 所以他... 可以... 利用... 他們的威德... 來尋直善... 來教化... 我們眾生... 所以... 為什麼成為... 菩薩... 摩霍薩... 摩霍... 摩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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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絕代的大... 他不是大小的大... 那是絕代的... 你看... 到了摩霍寨... 的時候... 他是可以自見鬼王啊... 對不對... 因為他能夠... 修廣大的福業... 他能夠... 利益廣大眾生... 他們在境界裡面... 他們... 沒有這個... 哲思心... 沒有利益心... 所以... 他們... 都能夠達到... 因為... 為什麼能夠達到... 因為... 知道境界是稀飯的嘛... 所以... 對境界稀飯的... 你要常常勳... 常常勳... 常常勳... 勳到最後... 原來... 本來就是稀飯的... 所以... 金剛天告訴我們... 那... 應無所住... 真正菩薩... 他知道是稀飯... 當然... 不會有所住啦... 但是我們... 還沒有... 真把境界當作... 是稀飯... 還沒有把境界... 去體會到... 是稀飯的... 我們只有... 一個方便法... 先... 無所住... 應... 無所住... 因為境界是真的... 我來... 無所住... 菩薩是... 經界是稀飯的... 他... 根本就... 沒有所住的東西... 特別的地方... 所以... 對實相道理... 很清楚... 你常常這樣子... 我們心... 自然... 它就放下來了... 這之間很重要... 所以... 達到... 金剛... 金強... 如如不動... 不齊相... 那是... 徹底... 跟實相相應的... 它自然... 熬然就... 如如不動... 不齊相... 因為... 外面境界是... 我們自己的心... 電線出來的... 它怎麼會去... 住在外面境界呢... 當然不會... 那... 我們... 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 我們... 得到了... 我們有患得患失... 因為把經界當作真... 真的... 我們有患得患失... 失掉了... 得到了... 我們怕失掉... 好... 我們不務實相... 好... 所以... 沒有得到... 我們就一直想要得到... 本來這個人... 世間的現象就是這樣子啊... 好... 所以我們人就是怎麼... 在... 異界眾生... 眾生... 異望多了... 所以說... 我們... 生活在這個異界裡面... 我們就是... 越來越苦惱... 越來... 越痛苦... 好... 因為我們得不到自在... 好... 因為我們滿足... 我們自己所需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 得不到... 你像... 現在目前... 這個... 各方面都很發達... 對不對... 那你不抱不夠啦... 他就用各種不同的手段... 想要... 想要得到啦... 所以造業啦... 所以... 將來就... 感生... 煩惱到啦... 所以說我們人間就為了... 只有... 只有幾十年啦... 好... 慢慢去體會到... 啊... 以前... 回想到之前也是這樣子啊... 現在還好啦... 已經... 對這個實際上道理一來一清楚... 懂得放下來啦... 我知道... 原來我們事前... 本來我們也是在迷啊... 懂得... 因為就是... 把境界當作真的... 追求物欲的... 的心態... 這是我們一般... 常人... 都是這樣子... 你看我們到... 你看我們... 講的... 修持善業的... 到了道立天的時候啊... 我們... 雖然我們在世間就幾十年... 對不對... 乃至怕了... 一百年也好... 一下子就過了... 你看我們... 從天上來講... 道立天... 他一天是我們的... 什麼... 一百年啊... 世間王天是一天... 我們是五十年啊... 所以說... 我們短短... 這個時間... 我們懂得修行... 哈... 我們才... 不會這... 汪費... 這個... 在人間... 來這間一趟... 懂得依照佛法... 好好的... 廣修福慧... 唯有這個福慧的修行... 唯有我們... 六度的修行... 我們才能... 真正跟空性相應... 空性... 他本來保護主事啊... 是我們執著的... 把空性的... 變成我們... 現在的... 那個... 夜市所顯現的... 這個執著現象而已啊... 他本來也是空性的... 也就是... 經常講的... 把柱把位... 世間相常柱... 常柱什麼... 他常柱... 我們... 如一張妙真如性啊... 常柱空性啊... 所以說我們... 在家機制... 我們對這個... 六度... 萬恆... 因為... 在家機制... 菩薩道是... 比較方便... 一修... 行菩薩道... 不知直接忍入... 精進... 殘進... 這個... 你看... 先從四... 六度... 提升到... 呂六度... 十度... 那是跟我們的... 性德相應的... 我們了解... 這個道理... 我們就知道了... 原來... 修行... 其實... 還是要依大盛的教理... 我們才能真正... 我們才能真正... 對這個... 這個... 大盛的教理... 通達的時候... 你知道說... 這個修行是... 修了什麼... 不會... 商修... 定會... 等辭... 不會商修... 你才能夠... 不斷的... 這樣子... 歷練... 對... 經濟... 不再執迷啦... 不斷的... 煩惱越來越少... 心越來越新進... 我們才能跟空性相應的啦... 所以... 我們今天會迷的... 就是我們的... 六四... 加上我們第七四... 合在一起... 把我們... 騙得團團轉... 就是這個道理... 這是... 告訴我們這個道理... 原來都是... 六四... 七四... 關需... 讓人在這境界裡面... 你看... 七四... 六四是分別我法兒子啊... 七四是繼承我法兒子啊... 對不對... 因為六四它不繼... 有這個繼承我法兒子啊... 那只有七四在執著啊... 繼承我法兒子啊... 六四只有分別我法兒子而已... 讓我們這八四... 它沒有我法兒子啊... 包括我們這前... 五四也沒有我法兒子啊... 所以這個七四... 跟這六四這個奧四... 讓我們迷惑顛倒... 趙月... 就... 禍首啊... 就是在六七四這個地方... 但是你修行還... 還叫一六四啊... 關趙啊... 對... 讓我們這個執著慢慢淡啦... 慢慢... 心清靜啦... 最後呢... 能夠轉世成字啦... 你的第七四轉為平等性字啦... 第六四... 你就轉為妙觀察字啦... 從下品... 到中品... 到上品... 對... 到最後... 五八... 那個... 上品的時候... 八四就轉為大元進世... 前五四就轉為成所做字... 幫助眾生... 教化眾生的作用... 所以我們能夠利用這個... 六四... 來修行... 把它轉過來... 讓我們心... 能夠... 越來越親近... 總得放下來... 越來越親近... 來成就我們的... 菩提的... 大... 功德啦... 好... 所以說我們決定... 我們今天... 修行的儀佛... 就是... 懂得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 一六... 一六四來取觀照... 好... 所以我們... 懂得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 命運就是什麼... 控制在我們手中... 你看... 佛講說... 這個... 山不能... 佛定業... 佛不能轉... 靠什麼... 靠我們來轉... 定業可以靠我們來轉... 怎麼轉... 以五屆十善... 八正道... 我們就可以轉了... 他自然又可以轉了... 是這樣子... 所以改變命運是我們自己啊... 所以我們命運的好不好... 我們不要怪... 我們的父母... 怪我們... 這個周遭人... 對... 都是靠... 怪我們自己... 好... 我們今天... 那時間已經到了... 我們... 底下這個... 我們今天就講到... 這個... 第七次送的... 恆省思良我相隨... 有群日月正昏迷... 這從... 細說的部分啊... 那第二個請求... 我們從... 四貨八大... 相應起... 六轉乎為... 轉進一... 你看我們... 依這個... 八字... 我們就很清楚啦... 好... 了解啦... 萬拔... 迴勳照... 對於這個... 八字的... 這道理... 為什麼會... 我們會苦受苦... 原因就是... 最主要是... 我們的... 六七次的關係... 好... 當我們... 第七次轉為了... 平整心智了... 那... 第六次也是... 親近啦... 轉為妙觀察智啦... 妙觀察智就是... 沒吃也... 簡單的就是... 剝落智慧肉現XT, 剝落智慧行啦... 剝落智慧啦... 好... 各位大aled 낳 engraçe議題 此功德普及一切 活成与众生皆共臣佛道